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要讲科威特。科威特这个国家有一点知名度都是因为萨达姆和伊拉克海湾战争的缘故。但是,海湾战争和科威特这个国家本身,严格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显示出来的近代国家产生的整个机制。 所谓麻雀虚小的武藏俱全,重要的并不是麻雀,而是麻雀的武藏显示出来的鸟类的结构。当然你也可以换其他的鸟类,比如说鸽子作为解剖的对象,但是目的根本上讲,重要的既不是麻雀也不是鸽子,而是麻雀和鸽子以及它们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揭示出来鸟类作为一种特殊生物呈现出来的各种规律。 萨达姆在入侵科威特的时候,我想,实在上除了科威特本地人以外,实在上绝大多数人之所以知道地区上有科威特这个地方,主要是拜萨达姆之父。没有萨达姆的话,谁也不会在乎科威特是什么。 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时候,它的理由是,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 这一点,尽管伊拉克作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一个基地,他所制造的那一套,从汉莫拉比到穆罕默德,从穆罕默德到阿拔斯,从阿拔斯到萨达姆,这一套整个理论体系的价值,跟三民主义者制造的那个从姚舜周公到汉武帝唐太宗,然后直接再到孙文和蒋介石那一套历史戏谱是一样的,是纯粹构建起来的。 但是,他说科威特曾经是伊拉克的一个县,这一点在历史实证主义的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根据这一点,他说他入侵科威特的事实是收复失地的做法。 从他的角度来讲,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只是贵国收回香港,香港回归的同一类型的事情,只是恢复行使主权而已。 他的证据是无可挑剔的,就是伊拉克过去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的一部分存在的。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都是被奥斯曼突厥人作为草原有物民族征服的古老文明地带。 这三个省份的阿拉伯人对奥斯曼突厥的征服者的看法,也就跟江苏、浙江和广东三个省的使用汉字的儒家斯大夫对满洲征服者的看法是一样的。 他们当中当然有各种派别,也有像伊拉克国家民主党这样的独派。这个独派的意义就相当于是今天的南越民族党或者是南越民团党要求广东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但是他们并不是现实政治中势力最大的一派。 在现实政治中势力最大的一派是政治上相当于国民党的一派,就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讲三民主义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要求把广东、浙江和江苏统一起来建立一个汉人的中华民国。 对于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来说,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之下驱逐达禄,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和西方帝国主义,以及日本侵略者,对他们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 打倒这三个敌人以后,汉家衣冠、唐太宗、汉武帝的伟大事业就要重新得以实现。 纳斯鲁拉这个阿拉伯基督徒和孙文这个东亚基督徒梦想的大阿拉伯国和大盐芳子孙、大汉族的中华民国就要成为现实。 对于伊拉克之部来说,他要实现这个理想的问题有很多。以色列离他很远,可以暂时忽略不及。 英国人根本就不想留在那里,也可以忽略不及。但是叙利亚的直捕对于他来说,就像是蒋介石挡住了呼喚民的道路一样,对他是一个重大的隐患。 纳塞尔在埃及秉承了同样一个统一阿拉伯主义,想反过来把叙利亚也统一起来。 所以埃及军队里面,至今第三集团军的番号是虚席以待。第三集团军就是叙利亚军队。在埃及人重新统一叙利亚以前,第三集团军是不存在的。 这个做法也相当于是,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面时刻留着一个台湾代表团的位置。在台湾人不来以前,要找一些假冒伪劣的人在于他们的位置。 中华民国开南京国民代表大会的时候,要留一个西藏代表团的位置,也是同样的道理。 科威特这一方面对于伊拉克的国民党人和伊拉克的蒋经国萨达姆来说,只是一个非常次要的方面。对于他来说就像香港、澳门那样,是英国殖民主义留下的一个后遗症。 从他的角度来讲,如果说萨达姆是蒋经国了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说,国民党右派占据了叙利亚高渝之地的阿萨德,就像胡汉民一样的可恶。 占据了科威特的萨巴赫家族,对于他来说,顶多就是像是香港的土豪董建华之流一样,是不足为患的,也无非是靠着英国人的势力展示蹭蹭腰,英国人早晚要走。 英国人走了以后,科威特早晚会像熟透的桃子一样,回归到伊拉克祖国的怀抱中。他对这一点是很有自信的。 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的时代,科威特和香港一样,连做一个县的资格都没有。它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伊拉克行省的巴格达区若干小村的集合体,一个大城市都没有。 今天的科威特城是石油工业开发以后就建立起来的,在当时的话只有几个小村落,巴斯拉算是一个县。对于他当时大清帝国的时代,或者是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的伊拉克人或者是广东人来说的话,保安、深圳和香港有什么区别呢?一点点的区别都没有。 对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伊拉克人来说的话,巴斯拉和今天的科威特有什么区别呢?也是一点点的区别有了。 唯一的区别就是,19世纪后期,最后几年,英国人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说是这块地方归我保护,然后当地的一些酋长就接受了英国人的保护。 于是,当地这些部落酋长的命运就跟留在红蓝铅笔、伊拉克一边的那些部落酋长的命运发生了区别,但他们总共也只有这么大点的地方。 萨达姆在五六十年代搞革命的时候,七十年代搞改革开放、跟西方修复关系的时候,都雅各没有把科威特放在眼底。 按照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说,科威特肯定是阿拉伯大家庭的一部分。如果说有什么争议的话,就是将来中华民族恢复统一强大的时候,是由国民党来领导的还是由共产党来领导?是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的还是由共产党领导?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的范围之内,是由相当于蒋介石、蒋经国一派的贝克和萨达姆来领导的还是由相当于富汗民的? 一派的阿萨德父子来领导。他们谁都不会真正考虑,区区一个仅仅是土豪、部落酋长出身的萨巴赫家族,有什么资格跟理论非常完善,又是宾多将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争夺科威特的一个小小小小小一村。 但是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从他们的角度看来,这完全是帝国主义阴谋所致。如果没有帝国主义阴谋,如果没有万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捣乱的话,这些事情是本来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我们的看法当然要比国民党人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要深刻一些。国民党人绝不会怀疑汉族是存在的,而肥、藏、其他各族都是汉族的一个宗族。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也绝不会怀疑,泛文化阿拉伯民族这个跟汉族一样的文化民族构建是站住脚的。在他们看来,科威特方言只是巴士拉方言的一个分支,巴士拉方言只是巴格达方言的一个分支。巴格达方言和大马士革方言都是独一无二的阿拉伯语的分支。 阿拉伯语这种语言和伊斯兰教这种文化,请注意,伊斯兰教是文化而不是宗教,因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领袖跟孙文一样是基督徒,不是伊斯兰教徒或者儒教徒。对于他们来说,伊斯兰教对阿拉伯的意义和儒教对于汉族的意义是一样的。 我孙中山和蒋介石都不是孔孟的门徒,但是我要把儒教作为凝聚汉族或中华民族的文化凝结核来加以做政治上的利用。 所以,我发明的汉族和阿拉伯民族要以儒教和伊斯兰教为骨干,这跟我本人是基督徒并不矛盾,我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却要把伊斯兰教当政治根据来利用,以免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分崩离集。 这就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国民党发明汉族和阿拉伯民族的根本原理。 但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野心比国民党稍微小一点,国民党原先在新汉年是只想发明汉族的,后来等到得到苏联的支持,打下了南京城以后,他的野心就争大了。 汉族不能使他满意了,他还非要争满洲国不可,争西藏不可。这个状况是,夏达姆如果北伐到了大马士革,革命成功了,他马上就要进一步提出要求,不仅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族省是属于我们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连奥斯曼土耳其的突厥各省和内亚各省也是属于我们的。 国民党就是这样的,他们本来是只想要把满人逐出长城,就兴满意足了,事实上满人是长城内外都占了的,结果等占了长城以内以后,他又得寸进尺,要求把长城以外本来就属于满人的满洲地方让给他。 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相对而言,就要讲道理得多,或者说也一定要小得多,他没有走到这一步,他们愿意承认土耳其人和满洲人,只要你们乖乖地给我滚出阿拉伯,我们就让你自己去建立土耳其国或者是哈萨克国或者是其他什么国。 这种做法犯在东亚,就等于说,蒋介石进了南京以后,他就让你们满洲人去建满洲国,蒙古人建立蒙古国,西藏人去建立西藏国了。 所以,从讲道理、讲文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阿萨德和萨达姆虽然远远不如凯摩尔,凯摩尔又远远不如波兰人或者是保加地亚人,但是萨达姆的逼格和文明程度还是远在蒋介石之上的。 当然,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讲道理的程度,遵守国际规范的程度,也还是远远超过国民党,当然更不用说是超过共产党的。 当然,刚才我们讲的都是民族构建的各种不同方案。可以说,汉族这个概念是对应于泛阿拉伯民族的。 汉族构建是依靠两个元素,一是儒教这个准宗教信仰,二是汉字这种共同文字。泛阿拉伯民族它依靠的也是两个元素。 对应于儒教的伊斯兰教不是作为宗教,而是作为文化凝聚的标志,对应于汉字的是阿拉伯文字,作为凝聚阿拉伯各分支的政治工具。 但是,民族这个概念,无论对于东亚人还是对于西亚人,无论对于儒教信徒还是对于伊斯兰教信徒,无论对于阿拉伯语的使用者还是方块字的使用者而言, 他们在1860年以前都根本不是任何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工具。 无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和大清帝国统治时期,还是在奥斯曼和大清征服以前的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和民国和其他各王朝统治时期,西亚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东亚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都并不依靠国民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所讲的这一套文化民族主义的道理。 我们要重申一下最近二百年来民族发明学的三大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西方国家普遍中心,以波兰为代表的国民民族主义。 国民民族主义有三个类型,就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和法国式的理性主义。这两种主义在1789年是大革命的时候分道扬镳。 接着在1889年革命的时候,属于理性主义的那一波,又分成了法国系和德国系。 波兰·休安利走法国系,而克罗地亚·杰克·斯洛华克走德国系,法国系走理性主义,德国系走先艳主义。 属于国民民族主义,强调共同体自我治理这一系就分成了这三个亚洲。 而国民民族主义之外,也就只有两系了,奥斯曼主义为代表的帝国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和大俄罗斯主义都是这一系的。 这一系是强调把过去根本不是按照民族原则或者根本不是按照自我治理原则构建起来的那些政治共同体,像大俄罗斯帝国、大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这样的,基本上是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多族群、多文化、多地域的帝国,直接搞成一个大民族。 但是这样的征服型的帝国是不可能自我统治的,而民族这个则自除了全身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统治的原则,所以我说它是假民族,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却要冒充民族主义,因为它缺失了民族主义的核心要点,就是要自己统治自己。 但是无论如何,奥斯曼主义者虽然不能够自我统治,但是可以被别人统治,在根据征服原则进行统治的前提之下,他至少能够真正执行统治。 大清帝国是有能力实行统治的,大俄罗斯帝国和大奥斯曼帝国也是能够有能力实行统治的,只是他们的统治方式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民主,也就是说它不符合民族国家应该自我治理的原则。 而我刚才讲的,国民民族主义的三种类型,归根结底,它们都是能够自我统治的。 但除了国民民族主义和帝国民族主义,帝国假民族主义以外,还有第三种也是假民族主义的构建方式,就是我刚才介绍的,产生了汉族和阿拉伯民族, 也产生了我刚才以前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诸如此类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比奥斯曼主义更低一级,因为它不仅不能自我统治,而且它根本不能统治,也就是说不能够实行任何有效的统治。 大清帝国不是自由民族的典范,但是它建立在满洲人留话不留头、留头不留话的原则之下,它能够强行统治你,不自由不民族,但是它能够统治,而且能够建立负责任的政府。 大俄罗斯帝国、大奥斯曼帝国也都有同样的能量,它可以以征服为基础来统治你,但是大俄罗斯帝国能统治,大斯拉夫却不能统治。 大斯拉夫民族是一个纸上的设想,从来没有一个大斯拉夫国。大俄罗斯帝国,你可以说它不自由不民族,但是你不能否认它能够统治。 而泛斯拉夫主义呢,它既不能够建立自由民族的政体,连专制独裁的政体都建立不起来,泛希腊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汉族主义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他们不仅没有办法建立自由民族的国家,而且根本就连征服类型的国家都建立不起来。一旦真的建立起国家,那么他们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必然要走奥斯曼主义那种强制统治的帝国民族主义路线。 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在当民营运人士的时候,它强调汉族,等掌握了政权,它就跟被它推翻的大清帝国一样讲起了奥斯曼主义和中法民族了。 共产党在它没有夺取政权以前,它不讲任何民族,认为任何民族都是资产统治的工具,它只讲阶级共同体,不讲民族共同体。 但它一旦夺取政权以后,又开始像国民党一样讲起奥斯曼主义了,道理都在这里。 伊拉克的故事就是这样,萨达姆和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循着国民党的道路和政策,走上了复兴社会党伊拉克支部的位置,建立了复兴社会党的一个地方政权,但是在企图统一整个阿拉伯,建立他们心目中的泛阿拉伯民族政权的过程当中,遇上了不可抗拒的困难。 这时,他们渐渐地发现,特别是在他们改革开放,以前是把西方帝国主义当作革命对象,但是七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两一战争爆发以后,渐渐地开始统战西方,一方面处于经济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处于政治上反对伊党的需要,跟西方结成联盟。 这时候,他们开始发现,在西方庇护下的科威特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构建形式,也就是说,跟伊拉克南部各地同样的社会结构当中,由于英国人的庇护,他们长出了另一种不同的地方。 按照他们的理论,这是英国帝国主义的阴谋,但是实际上,英国帝国主义只是通过无为而至的方式保护了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使他们成长成为跟伊拉克完全不同的那种社会形态缘故。 我们在前一次讲座中提到过,伊拉克实际上粗略地说,它存在着两种基层社会的组织,一种是理论上,但不是实际上发源于各部落,包括阿拉伯沙漠上的各部落,和外伊朗来自于内亚草原上的各伊朗波斯部落的部落组织,它的法律地位比较优越,主要的核心优越之处就在于,它有使用武力的权力。 和能力,通常能够保持部落的民兵。另一种就是费拉社会,它有自己的民办撒庭,有自己的民办学校,但是没有政治和军事机器,所以费拉社区无论是基督教的、犹太教的还是伊斯坦教的,它客观上讲都需要有一个掌握武力的征服者来统治它。 伊拉克的社区,无论多么千变万哈,都是由这两种社区组成的。部落社区的成员不完全是阿拉伯人或者是突厥人、波士人。 有很多跟这些理论上是给他们的部落赋予名称的阿拉伯人、贝都英人、波士人、突厥人的关系。 大致上就相当于,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美国人面不改善地对我说,我的祖先是坐五月八号来到美国的。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没有耐心去详细考察。 有些美国人确实是五月八号乘客的后来,但是你也可以想象,有很多美国人,他说我们家是五月八号来的,但是实际上是后来比赋产生出来的。其实他并不是,他也认为是从德国来的、意大利来的、波兰来的或者是保加利亚来的,但是后来他美国化以后,讲英语讲得很溜以后,他就自己说他自己也是最早的美国人,五月八号来的。 伊拉克经历的那些所谓的部落组织,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他可以自我标榜说,我们这个部落远远流长,自古以来是发源于先知穆罕默德以前的时代,是阿布苏夫阳那个时代就有的,是跟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追随过先知穆罕默德某一个部落的后代,或者是在先知穆罕默德传教的时候是跟先知本人打过仗的,以弃勇武使先知本人都感到败了。 退赴了某一个著名部落的后代,这个是真是假是无法考证的。他所说的那个部落在历史上当然是真实存在的,但他本人到底是这个部落真实的后代呢? 还是后来这个部落在伊拉克的某一个城市里面或者是某一个地方建立分支以后,本来是从费拉社区的部分后来归附了这个部落,那就说不清楚了? 同样这个故事也可以改成,他说我是某个突厥部落或者是某个波斯部落的后代,实际上他也可能是某个费拉社区后来投奔过去的。 像是弗明阿其实是大明国的广东人袁崇范的后代,当他投靠了巴奇以后,他的法律地位就是巴奇的法律地位了。 巴奇在法律地位上可以说比广东的蝙蝠的家属组织要稍微高一点,所以弗明阿这个投靠本身并不是没有占到便宜的。 伊拉克有很多社区的人口,本来是费拉社区的人口,后来投靠了部落也变成部落人口,他的性质就像是原充范的后代弗明阿自己把自己变成了满洲人是一样的。 我们要注意,大清国的满汉矛盾,它是一个政治矛盾,不是种族矛盾。弗明阿在种族上讲,当然是原充范的后代,从血统上讲当然是原充范的后代,但从政治上讲,它是巴奇之族,就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同样,伊拉克的部落人口和费拉人口,你也能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和奥斯曼帝国以前的那个王朝,现在科威特地方的部落人口和巴斯拉地区的部落人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首先在瓦利德家属的统治之下,然后在萨巴赫家属的统治之下。 萨巴赫家属的神话说,他们原来是从阿拉伯半岛来的一个非常高贵的家属,但是这个家属神话的真实性就跟弗明阿自古未来就是满洲人,今天的一个美国人说我们家是五月八号来的,是同一个意思。 也许是真,也许是假,因为只有口传的依据,我们就姑且兴起为真。从政治传统的角度来讲,这个真假是不重要的。 我们要明白,对于政治上来讲,血统是个非常次要、根本不起作用的因素,政治传统、政治原则才是根本。 如果你去查日本德川幕府的历史,或者是日本各幕府各诸侯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大多数诸侯、武家和幕府的继承人都不是亲生儿子,而是庞系出来的,甚至根本就是养子。 你去查罗马的历史,包括安同尼王朝或者凯撒丘利亚王朝的历史,再去看那些元老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养子在罗马元老世界中占据着同样的位置。 真正的血统上的儿子,比如说是德川家少爷哪一次跟某个异己生的孩子,因为是外人养大的,他并没有接受德川家的政治传统,一般来说是继承不了德川家的将军的位置的。 但是,德川家的庞系,例如水富家、伊桥家,因为他们有过硬的政治传统,在德川家需要某个过硬的政治传统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们家的孩子抱养过来,作为德川家的继承人,甚至连德川家庞系都不是,只要政治传统过硬,就可以收养他们。 这里面起作用的机制是一个相当于美国大选的机制。伊桥庆系之所以能够继承德川家将军的职位,不是说他长得很像以前前任的那个将军,而是德川家的大佬们、德川家的政策决定人决定了,今后德川家的政策要向公武合体这个方向走。 而鼓吹公武合体最激烈、政治势力最大、理论水平最高的人是谁呢?就是伊桥家。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共和党要推一个总统候选人,而共和党决定今后美国的政策要走比如说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然后他一看,各个候选人当中鼓吹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素养最高、民意最好的人是川普,于是他就把小布什踢在一边。 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就把小布什踢在一边,决定根据民意方面的理由以及各方面的条件,认为川普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最恰当的,哪怕川普以前是民族主义政策,德川家的继承者也是这样产生的。 他可不是东亚小龙那种想当然的学童继承主义,就是说非得要我生的才算,不是我生的就不算。 恰好相反,德川家和日本所有武家和罗马元老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一样,它名字上叫家,但它根本上是一个政治机构。 作为政治机构,谁当他的继承人是一个政治传统的选择问题。我们德川家的大佬选择谁当德川家的继承人,就说明我们决定了德川家今后的政策要往某个方向走, 共和党今后的政策要往某个方向走,按董立王朝或者沃泰朱利亚家族今后的政策要往哪个方向走,这是一个政治决断。 如果德川家的亲生儿子,他个人素质不行,或者个人素质虽然很高,但是他在政界上不符合我们的政策转向,那么就像是杰布布什一样,你就像是老布什总统的亲儿子,小布什总统的亲弟弟,但是你的政策不符合我们共和党现阶段的政策, 我们毫不犹豫地把你踢出去,选一个跟布什家族根本没有关系,在老布什当权时代其实还是民主党的川普来当我们共和党的总统出现的。 德川家族的大佬在这种情况下会一次又一次地毫不犹豫地把德川家的亲生儿子踢出去,收养一个符合我们将来政策的庞系子孙或者根本不是松平家血缘的人来当德川家的进行者。 不仅德川家族,所有的日本武家,所有的罗马元老,所有的罗马红衣主教,所有的政党,所有负政治责任而且有政治传统的政治组织都是这样的。 东亚的小农之所以讲血统不讲政治传统,恰好就是因为他们是一批没有政治能力,也谈不上形成政治传统的人。 孔子时代的大家族,周天子统治下的大家族和各路诸侯,实施的原则其实跟日本的各路诸侯是差不多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倒是更接近于周公和孔子时代的封建原则,当然这个都是扯远了。 萨巴赫家族和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的各部落,起得他们自己给自己发明的政治传统,也都是这样的政治传统。 我既成德川家,就要忠于德川家。就像川普当了共和党候选人,就要讲共和党的原则一样,这个是关键。你是谁打亲善而至的,或者说你自称的那种家族是真是假的,那都是有关紧要的。 萨巴赫家族说他们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某个家族,那就是因为阿拉伯半岛的各个家族和各个部落也是各有各的传统的。 比如说,武田家的政治传统就跟上山家的政治传统不一样,上山家族的政治传统是比较保守,而且强调正统主义的,而武田家族姓玄的政治传统则是比较强调机会主义和绝对主义,比较接近拿破仑的。 如果说是上山家族的政治传统比较像是正统王室、哈布斯堡的政治传统,而武田家族的政治传统就比较像是拿破仑和路易十四的那种传统,可能更接近于路易十四,因为它毕竟还是正统的出身,只是比较倾向于绝对主义而已。 你选择上山家还是选择武田家,这就不是无缘无故的事情,其意义就像在今天你在美国,选择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意味着你至少是在支持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问题上有一定政治偏效性。 阿拉伯半岛的各部落也是这个样子的。例如,在穆罕默德时期,阿巴斯家族和伍麦叶家族就分别代表了阿拉伯各城邦商业贵族当中的叙利亚派和波斯派,他们跟先知之间的合同联合的斗争,背后就有叙利亚派和波斯派的商业利益在里面。 沙巴赫家族,无论是科威特的沙巴赫家族之所以选择或者他真的就是阿拉伯沙巴赫家族的后代,也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因为在阿拉伯半岛,一个部落就是一个旗号,就像如果你是布鲁图斯家族后代的人,无论你是真的布鲁图斯的后代还是收养了布鲁图斯家族的意志,那就是说明你是罗马元老院保守派的一个领袖, 要打折最纯派的罗马元老布鲁图的旗号来跟凯夏和卡提宁这些作风不正的民主派做对了,沙巴赫家族也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所继承的阿拉伯半岛的部落传统,无论是出于真正的血统还是出于选择,都说明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地位是奥斯曼帝国、伊拉克诸省内部的亲波斯派和亲内亚派。 农统来说,尽管具体的政治选择有很多,小的亚支派很多,但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拉克的各部落,法律上的部落,而不是血统上的部落,一般来说是分为亲大伊朗派和亲阿拉伯派这两系的。 尽管沙巴赫家族也可以说是阿拉伯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讲,实际上是属于亲大伊朗派的,这是他们后来跟英国人和什叶派的关系都能搞得比较好的原因。 奥斯曼帝国,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属于专制的帝国。也就是说,奥斯曼皇帝和他派来的禁卫军和他派来的总督进驻到巴格达,管住了巴格达的地方事务,像满洲皇帝的总督就进驻广东省的事务一样。 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说,这已经是专制了,但是按照东亚的标准来说,他专制还不够撤离。这是有具体的指标可行的。 奥斯曼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以前的伊斯兰教诸帝国是防权不到陷阱的。 用东亚的行政术语来说,阿拔斯帝国以后的各帝国,蒙古入侵以后建立起来的内亚诸征服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它的统治是到节度使一城或者到省区一城就终止的。 这就是相当于是满洲皇帝和蒙古皇帝的八旗兵杀到了广州城以后,它的基层官员只到广州这一级,香山县就没有一个香山县县长。它有广东巡抚,有梁光总督,但是没有香山县县长。 香山县县长由谁担任呢?答案是由两种社区领袖来扮演这个角色,就是像萨巴赫家族这样的部落酋长埃米尔,或者是费拉社区的伊斯兰教教长。 他可能是哈莱威学派或者是沙蜀学派,但是这并不重要。费拉社区是有司法自治的能力,有教育自治的能力,但是没有作战能力。 他选出来的最高级代表,也就是一个文人,相当于王阳明王老先生这样的文人,他很有学问,很精通伊斯兰教法,本地的官司他能够判得下来,但是打仗的事情他安排不下来。 或者是萨巴赫这样一位老酋长,他就比费拉社区的穆夫体或者其他什么叫教党,卡里之类的要稍微高明一点。他既能根据部落习惯法判案,又能够带着他的部落成员去打仗。 所以,他在奥斯曼帝国法律中的地位要高一点。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诸帝国是没有县级刑警官的,到现在一级就是由部落酋长和长老、教区长老和教长来共同管扇了。 谁管的事情多一点,要看当地的形势。如果当地的社会生态是以部落为主,那么当然就是各部落酋长在来管扇。如果当地的社会生态是以费拉社区为主,那就是由基督教主教、犹太教拉比和伊斯兰教教法学家在来管扇。 如果征服的对象是费拉社区,那么总督和基督军的权力就要更大一些。如果是酋长地区的话,那么总督和基督军的权力就要更小一些,因为他们的统治对象是有枪的。 撒巴赫家属就是科威特地方的一个酋长,他有武力比教长要稍微强一些,但是他当然不是唯一的酋长。从撒巴赫家属取得政权的方式,你也可以看出,奥萨曼德国专制统治下的中东地区,现一级的地方和社会管理模式是怎样的。 今天的科威特民族发明家把撒巴赫家属取得政权那一年,当作科威特民族诞生那一年,其意义也就像是五月八号在美洲登陆的那一天。 当时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当地的各部落酋长,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各部落酋长,召开了一次维持地方秩序的长老会议。 这是长老会议的性质,看上去跟奥斯曼帝国起源时期推举奥斯曼公爷,当奥斯曼帝国领袖的那次部落长老会议可能性质上但是差不多了,各大部落都派代表参加了。 讨论的结果就是,论德高望重或者是论实力强大,都是撒巴赫家属最牛逼。我们选举撒巴赫家属做我们的艾米尔,请注意这个艾米尔是选出来的,他不是奥斯曼皇帝任命出来的。 但是,只要你这个艾米尔不去公然造反,反对奥斯曼帝国总督的权威的话,奥斯曼总督是容忍你存在的。但是在东亚,地方自治体的权威就没有那么大。 除了广东巡抚是满洲皇帝派的以外,满洲皇帝还要派一个香山县的县令。而广东的各宗族领袖和部落领袖,你也不是不能自治的,这只有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才完全不能自治。 在满洲征服的统治下,各宗族的长老,比如说张家的秀才主持着张家宗族,梁家的举人主持着梁家宗族,还有山上那些部落的酋长,还有水上那些部落的酋长,你们也是可以自治的。 但是你们自治的成绩在县令以下,你们自治出来,你们选择张老先生、王老先生或者是张大财主、李大财主,当你们的组长、商会头目或者是传民头目之类的,很好,你们选完了以后,你们到县衙门去跟县太爷爷商量,共同管理地方事务。县一级还是满洲帝国管的,县以下的层面,你们只要不公开造反,满洲帝国准你们自治。 奥斯曼帝国是,省一级的层面和省以上的层面,苏丹和金玉军给你管了,省以下的现一级的层面,苏丹就不派人了,你们自己的部落酋长和伊斯兰教长自己管。 你可以看出,伊拉克的部落酋长的权力比起广东的传民领袖或者山民领袖是要更大一些的。伊拉克费拉社区的拉比主教和教法学家的权力, 比起大清帝国广东省香山县的儒家宗族的长老和商会的会长来说,权力又是更大一些的。 但是,中东这些头面人物、部落酋长和祖教教长跟欧洲人比起的话,他们权力又更小一些。 毫无疑问,在里加开府的那个尼沃尼亚大祖教,比起大马斯格的大祖教或者比起巴斯拉的教法学家,他的权力是更大一些。 他差不多都是一个国军的,有自己的军队,除了没有正式称皇帝和国王一样,今天的爱沙尼亚拉特维亚那一片根本就是他的领地了。 同样,伦敦市、阿姆斯特丹、安投卫普、弗洛伦萨勒拉拉雅这些有法权的自治城市,他们的商会会长所享有的权力不仅比广东香山县的商会会长享有的权力要大, 也比伊拉克和叙利亚那些主教教法学家和费拉社区其他领袖享有的权力要大得多。 如果说用酋长来比的话,那么欧洲的封建领主,无论你是日耳曼系还是其他什么系的,圣建骑士团也好,诺曼公军也好,他们拥有的权力, 比起伊拉克的萨巴赫家族来说,权力和能力是要更大一点,萨巴赫家族又比广东那些三名领袖和三名领袖的权力要更大。 所以提示也是很清楚的,无论是社会的自治能力,西方和欧洲的社会的自治能力比起中东,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的自治能力都要大多。 提示比起中东的酋长要强,欧洲提示比中东的酋长要强,欧洲的主教或者是天主教的主教或者是长老派的长老会,他们的力量也比中东的无论是犹太教拉比还是东方基督教的主教还是伊斯兰教社区的教长能力要大一些,但是中东这一波土豪又比广东和东亚这一波土豪能力要大一些。 论专制程度当然就是欧洲的专制程度最低,在北欧基本上是日耳曼西这边,基本上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跟专制政权相比的社会机构,在南欧也只剩下别人的。 在中东就有像奥斯曼帝国、阿巴斯王朝这样的能够把审议和中央议和审议级能管起来,但是县级还是管不住的,在东亚就有从中央到审议和县级完全管住,只有县级一下才管不住的专制帝国。 所以,专制程度是从西向东分阶梯上升的,而自由的程度是从西向东分阶梯下降的。自由的程度就是维持社会自发秩序的能力,也就是我所谓的输出秩序的能力。 科威特当然就处在不如欧洲,但是强过东亚这种状态。科威特这种状态不是独一无二的,奥斯曼帝国的伊拉克诸臣不是只有科威特才有跟萨巴克家族合作的其他部落酋长这样的机构,巴斯拉附近也有的。 只不过形式是这样的,伊拉克是两端,靠北方山地部分和靠南方沙漠部分,部落的成分多了一些。在北方是库尔德酋长,在南方是阿拉伯酋长,在靠近中部的地区,靠近巴斯拉和巴格达的地方就是费拉社区占领的比较多。 所以,南部和北部的部落自治能力比起中部地区的费拉社区自治能力要稍微强一些,但是性质也是定量而不是定性的。就好像广东人享有的自治,毫无疑问比荷兰要更多一些。但是广东和荷兰,大致上讲,大清帝国都是能够造主的。 沙巴赫的家属和库尔德酋长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跟希斯塔尼这些人的祖先、跟巴格达人和巴斯拉人的祖先的差别,也就是广东人跟荷兰人的差别。 他们后来有了实质上的性质差别,这是因为一方面像是广州人落到了国民党、胡汉民和蒋介石手里面,而香港人却落到了英国人手里面一样。 巴斯拉人和巴格达人落入了复兴社会党的手里面,按照复兴社会党那一套半列宁党的手段,用列宁党的组织机构,企图把本来一点没有一点自我统治能力和一点统治能力,无论自我统治还是统治别人都做不到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阿拉伯主义落实了。 汉族或者阿拉伯主这样的概念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像西方国民民族主义那样搞自由民主的自我统治,又不能像是奥斯曼主义、大俄罗斯主义那样,或者是大清帝国那样靠征服统治别人。 那么它一定要模仿西方国民民族国家,就只有以假作争。实质的统治机构是列宁党,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但是名义上它要发明一个阿拉伯民族或者汉族来挂着,它说我们国民党是中华民族或者汉族复兴的工具,我们不是为自己统治,而是为了复兴大汉驱逐打辱或者驱逐西方帝国主义来统治的。 我们复兴社会党不是一个列宁党的统治,我们是为了阿拉伯复兴的势力,要驱逐相当于满洲人的土耳其人,相当于日本人的以色列国和相当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这三大敌人。 实质上是列宁党在统治一盘散沙的费拉社区,但是理论上讲,它一定要说,虚而不识的阿拉伯民族或者汉族在列宁党的统治之下实现了自我治理。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阿拉伯人民都终于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在国民党、共产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来到以前是一盘散沙,没有能力自我统治的。 在有了这几个伟大党以后,他们就能够像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一样自我统治了,所以你们现在能够搞成一个民族国家,都是我们国民党共产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功劳,所以我们应该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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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统治下去,就是他们的统治逻辑。 但是你自然地可以看出,这里面的统治逻辑是有问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是真正自我统治的,尽管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理性主义不一样,但是最直观地说,他们的总理或者是国会都是自己选出来的呗。 他们可不是国民党、共产党或者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包办和签订的。如果说阿拉伯人和汉人根本没有实质上的选举权和备选举权,他们的国会议员或者人民代表都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复兴社会党签订的,那你怎么能说我们已经像英国和法国人一样建立了建权的民族国家了。 但是反过来,共产党、国民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反驳也是很有理的。你说我们独裁专制,我们搞假民主,我们的民主是假的,我们的议员都是圈定的,很好,那么我们不玩了。 没有我们伟大的党,你们自己马上就会恢复一盘闪杀的状态,你们就是一群费拉,你们只配备英国帝国主义的征服。请问共产党、国民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他说的这些话是正确还是错误的? 答案是,民运人士选择国民党、共产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你们是假民族,也是假民族,你们的民族国家是假的,你们搞专制独裁。 但是另一方面,这几个伟大的列宁党反过来骂民运人士的话也是对的。我们党滚蛋了,你们民运人士能够维持国家吗?恐怕是不能吧,国家马上就会恢复到一盼闪杀的状态,然后你们只能依靠帝国主义来统治了。 你们最好的下方也就无非是像香港或者科威特特那样由英帝国主义来统治,难道不是吗?这话曾经冤枉了你们民运人士吗?一点也没有冤枉了。 冤枉了你们中国人,冤枉了你们汉人,冤枉了你们阿拉伯人吗?一点也没有冤枉了吗?有本事,好,我们党花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不干了,你们自己给我制制一下试试看,你们不搞出文化大革命才怪呢。 列宁党现在我们面临着就是一个实验教材,同样的社会。香港社会跟深圳社会是一样的,巴斯拉的社会和科威特的社会也是一样的,只是香港社会和科威特的社会落到了英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手里面。 而深圳的社会则和巴斯拉的社会落进了企图利用文化民族主义发明民族的列宁主义党手里面。 然后,列宁党那一套我们就不用详细介绍了,一方面是因为时间关系,另一方面是我们大家都清楚,它是怎样发明假民族,怎样构建表面上是一个民族国家,实际上是用列宁党包办一切的一个政治社会体系。 在这个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打土豪。在台湾你就体现了一个228和迫害日本统治时期培养出来的那批精英人士,在大陆那里体现在为土地改革打地主,三反无反打资本家,反右打知识分子,一路打下来。 总之是要把列宁党以外能够违级贫下中农,违级广大社会占大多数的穷人希望和尊重的那批社会经营打造,打掉他们列宁党的干部才能够进行有效统治。 当然,东亚的那些土豪,正如我刚才讲的那样,不仅不如欧洲的那些土豪,而且连西亚的土豪也不如。但是无论如何,打土豪是大家都必须做的事情。 撒巴赫家族这样的人,在台湾那就是阿尔巴的镇压对象,在中国那就是三反五反或者土地改革正反运动的镇压对象,在巴士拉那他自然就是萨达姆、侯赛因、贝克尔和他的情报系统的镇压对象。 他就要像撒德尔家族或者西斯塔尼的先辈一样。西斯塔尼的先辈是教掌,撒德尔家族的先辈那就是比较接近撒巴赫家族,但是无论如何你都是镇压对象,可能你就被枪毙到了。 但是你的组织还没有被完全打算,在萨达姆死后也许可以再反过来。但是无论如何,萨达姆在的时候你是处在被镇压、处在半地下的状态。 你虽然不一定完全覆灭,但是你的组织就像黑社会一样秘密活动,偷偷摸摸的,你也长不大,或者你只能像全能神教或者其他什么组织一样畸形发展。 因为畸形发展又增加了很多犯罪分子和恐怖组织的特征。但是在哪一方?在英国人保护下的香港和科威特,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出来公开活动了。 萨达姆的家族就可以像是1924年和1928年的时间从国民党控制的广东省逃到香港的那些土豪,你可以理直气壮地组织。 广东的商团虽然被孙中山和蒋介石作为帝国主义带领来镇压了,但是香港的商团在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保护之下,你只管开张,没有问题。 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英国人并不像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说的那样,要恶意分裂你们的国家,要恶意发明一个香港民主。 英国人这就是无为而至,你只要不公开闹事,只要不公开上奸、打架、杀人,你自己要怎么样处理你们自己设法内部的事情,大英帝国一概不问,要用什么语言、要组织什么协会设法,你只管组织去好了。 沙巴赫家族和其他各大家族部落达成的这个统治协定,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就像是香港的各商团和各宗族一样,既没有得到鼓励,也没有受到镇压,得以自由发展。 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变成了英国殖民主义时代,科威特社会的主要骨干。在英国人退出香港以后,他们自然而然就执政了。 当然,他们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威望比起香港这些商会和土豪组织还是要强一些的。你从他们制定的宪法就可以看得出来。 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之下,香港的社团和马华的社团,你从宪法的角度来讲,他们的组织度、组织的精致程度都不是很高的。商会和同乡会之类的占了他们绝大部分组织。 最高一级,也就是上海公布局所搞的那个广照公会,也就是坎通尼亚商人组织的联合会和宁波公会,也就是吴越商人组织的联合会。 这些联合会可以向公布局选举一些顾问委员会向公布局提供咨询建议,这就是他们的最高形式。香港那些行政局或者立法局那些咨询顾问,也就是上海公布局所任命的那些咨询顾问的同类,他们就是香港土豪体现的最高形式。 沙巴赫家族和跟沙巴赫家族合作的那些家族,他们的组织能力虽然不能跟欧洲人比,虽然不能跟爱沙尼亚人或者丹麦人比,但是毫无疑问,比起香港人或者马来华人来说是更高意义。 你从他们搞出来的成就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了。沙巴赫家族跟他的势力比较小,但是同样有自己部落组织。 我们要注意,你不要以为说到部落这个字,就以为他们在沙漠上流浪的浪人。 实际上,部落在伊斯兰华体系当中是一个法律上的虚拟体。部落可以是干任何事情的,可以是集体输出劳工的,可以是专门从事珍珠补劳业、渔业或者其他专门行业的,可以是搞远洋贸易的,可以是干任何行业的,只是他们在法律上是部落。 法律上是部落最主要的好处之一,就是他们可以编练民兴。如果仅仅是教区的话,他们就只有法庭而没有民兴,如果是部落的话,他们就既有法庭又有民兴。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还有就是部落的话,是可以包含非伊斯兰教的习惯法。当然,时间长了以后,这些习惯法也可以被有学问的长老整合到伊斯兰习惯法的体系之内去,也就是说他们使用习惯法的自由度也比费拉社区的长老要更大些。 他的能够容纳的意志性是更大些。萨巴赫家族和其他各大家族是有几个不同来源的。大体上来讲,他们当中逊尼派的人也有,什叶派的人也有,属于阿拉伯人也有,属于贝都英人也有,属于波士人也有,属于突厥人也有。 而这些不同来源的家族能够召开一个元老会议,制定了一部宪法性文件,规定分享权利。而在这个分享权利的长老会议当中,和有些人的说法相反,有些人认为阿拉伯人或者穆斯林的政治能力天生差截,不可能像是欧洲的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那样搞出一个议会政治人,确实他们的政治能力远不如欧洲。 但是我还是要说,比起东亚而说强多了。科威特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英国人的保护之下,这些各部落来源不同的部落,达成了一个威尼斯式的统治协议,让沙巴赫家族出镇埃米尔,但是很多重要职务留给了原籍是伊朗,宗教信仰上属于什叶派的部落,而且逊尼派的部落也不仅仅属于一派的,各部落都有自己不同的习惯化体系的。 这些习惯化体系,英国人一概不问,英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殖民主义统治原则实行司法龙兽主义,就是说,英国殖民者来的时候,我建立起一个普通法的法庭体系,但是这个法庭像封建制于欧洲情况一样,你爱用不用,我们英国人当然是要用我们英国的普通法的法庭的,我们才不愿意接受你们儒家习惯化法庭的裁决, 让大清帝国那些愚蠢的法官,或者是让新建相议与那些长老来判我们的案子,但是我们的普通法的法庭如果由别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打官司,你只要愿意交钱,这是你们生意。 你只要愿意交钱,我们照样把我们的判决出售给你。你要是觉得你们儒家的法庭不公平,或者是大清帝国的衙门不公平,你要跑到香港来找我们的普通法庭打官司的话,你信任我们英国的法官比其其他的法庭更公平的话,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自由的含义就是,你只要有钱,照章交纳诉讼会,只管你党,你只要给钱,我们的律师供你猜权,交了诉讼会,我们的法官替你判。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会导致儒家习惯化和普通法的融合。 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题目,我不可能在剩下几分钟内讲完。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在根据类似但是更加复杂的方式,因为伊斯兰的习惯法比起儒家的习惯法来说,复杂度是要高得多,内容更丰富些,也包含着很多希腊罗马的遗产。 尽管伊斯兰继承希腊罗马遗产,不如基督教西方继承得多,但是毫无疑问比儒家的东亚要继承得更多。儒家的东亚基本上是连边都没有战胜一点,印度的佛教徒还沾上一点边。伊斯兰教徒沾上了一小块,欧洲的基督教徒沾上了一大块,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分配格局。这个分配格局也显示出了歧视链、文明从中心到边缘的传递。 英国人在海湾的殖民族也是搞了这一套。英国人搞出了普通法的法庭,但是它不会像是法国殖民地那样有意识地推广法国的民法典,你爱来不来。 但是如果普通法的优越性很明显,很多阿拉伯人觉得阿拉伯的教法学家的法庭、阿拉伯的穆夫妻或者是判的案没有普通法的法官公平,或者是阿拉伯的部落酋长像萨巴赫家属这样的埃米尔判案不如英国的法官公平的话, 他只要口袋里面有钱,有真金白银,他来请英国的律师,他来到英国的法庭告状的话,英国人不管,你有钱我们就秉公办事,把我们的判决拿出来给你。 或者说你如果时间长了以后,在英国法庭打了N多的官司,觉得实在是不能不服,我年纪大了,但是我还有两个钱,我派我儿子,我们部落的萨巴赫少爷到英国去读英国的法学院,像马来西亚的拉克曼亲王一样,便做一个英国的律师,学会了英国的普通法,把英国的普通法带给我们的部落。 这样行不行呢?我们英国人的答复肯定是这样的,我们英国是一个自由国家,你爱来不来,当然钱财失事,你有钱就行,你负得起牛津大学和建桥大学的学费,我们没有不招出你的道理,你来吧,我们管你是哪个人?你们阿拉伯酋长也好,马来酋长也好,愿意来就来。 如果说马来亚穆斯林酋长都变成了英国律师,而你们同样是马来人的马华社区却偏偏不来学的话,那么当然是你们马华自己睁眼瞎,我们英国人是不会像法国人和日本人那样强迫你们,勉强你们的,你们学不到普通法,在将来英国人走了以后斗不过马来人和穆斯林,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活该。 你放在英国的法学院里不去学,你一定要到南京去上中华民国的学校,甚至还要跑到莫斯科去上苏联的颠覆学校,跑到广州去跟叶坚英和周温来学,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爱干什么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结果马来西亚政权就这样的归了马来人和穆斯林酋长。 当然同样的方式不会仅仅产生出一个系统的法庭。 我们刚才讲过,萨巴赫家族担任名誉主席的这个体系是多元的体系,包括阿拉伯的、波斯的、逊尼派的、什叶派的多种来源。 如果说萨巴赫家族把他们的子弟送到牛津剑桥去上学,占了点便宜的话,可以说他这样派出留学生的结果就是把普通话带进了自己的部落。 比如说,有一个瓦利德家族在英国法庭打了很多官司,我觉得英国法律是很有优越性。 于是派他的孙子,瓦利德老酋长的孙子瓦利德少爷,带着全部落的钱到英国去留学,然后等他学生归来以后,带着普通话回到自己的部落里面。 然后就会发生普通话跟瓦利德部落习惯法融合的问题,以及普通话跟瓦利德部落传统信仰的哈莱威学派的伊斯兰教法融合的问题。 这个融合的结果就可能会产生两种新法庭。 第一个新法庭是小瓦利德孙子在爷爷和爸爸都死了以后,自己当上瓦利德部落酋长以后,把瓦利德部落习惯法跟他学了英国习惯法融合以后传出来的一个瓦利德普通话法庭,一个混合法庭。 另一个法庭可能就是瓦利德家族聘起来的可以说相当于家庭教师或者法律顾问的一位木夫体,从小瓦利德引用的习惯法和从他本人的祖师爷爷那儿学的哈莱威家族的教法融合起来的一个普通哈莱威法的混合习惯法法庭。 于是,在哈利德部落里面一下子就有了三种选择。哈利德部落的成员以后打官司的话,他可以第一,到英国人的普通话法庭去打官司,第二,到小哈利德政治继承人主管的普通话哈利德习惯法联合法庭去打官司。 第三,他还可以到哈利德部落传统教法学家培养出来的那一个普通话哈莱威学派混合法庭去打官司。现在,瓦利德部落就有了三种不同的司法体系。 而瓦利德部落显然不是唯一的部落,我们假定瓦利德部落是阿拉伯贝都英系的部落,那么还有阿拉伯非贝都英系列的其他什么什么部落,还有波斯系的辞业派部落其他什么部落。 他们的部落也是有小少爷的,他们的小少爷看见瓦利德少爷学生回来以后变成一个很牛逼的人物,使他的部落占了很多便宜,话语前大大增加了。 他们也会派人到牛津和剑桥去,像东古拉克曼一样去上学,于是接下来就会出现什么什么什叶派普通法的法庭,这样的法庭在英国统治的巴林是格外的多,或者是憨班里派和普通法的联合法庭,或者其他什么什么法庭。 这样的结果,因为英国在海湾的统治中心其实不是科威特,而是巴林,所以巴林的杂交法庭是特别多的。巴林至少有六十六种普通法和伊斯兰教的杂交法庭,马来西亚联邦,不要说别的,仅仅霹雳州的一个州就有十六种以上的混合法庭。 所以,有些人一定要对我面部改设地说,伊斯兰教是没有荣寿性的,伊斯兰教的教法是僵硬的,不可能发展的。我得说它在胡说八道,因为现成的证据摆在眼前,你只是自己不看而已。 科威特不是这种发展的中心,但是毫无疑问,早在英国人撤出科威特以前,科威特即使没有几十种,至少也有十几种法庭了。 这样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像凯末尔这样的开明人士,他从法国引进法国的民法点,但是是像他继承的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派苏丹和青年土耳其党人一样,走的是官府路线。 由国家的权利去推行国民统一教育的新国家学堂,和通过国家的企业去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通过整盘整盘地引进法国民法点来革新土耳其的法典的。 但是与此同时,民间那些名义上已经作废了的伊斯兰教教法法庭仍然存在,他们仍然代表了一部分民间的自发秩序。 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土耳其永久性的社会分裂。埃及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埃及的改革派国王、穆罕默的阿里的家族和后来埃及的改革派政权是大比大比的引用法国的民法点,他们认为这就是最先进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虽然是先进的,但是它们的秩序源是在境外的,是在西方。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国家引用的罗马法算成自由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推陈出新的源泉在哪儿呢?在欧洲,不在土耳其和埃及。 土耳其和埃及只是摘下来的果实,既没有种子也没有树根。种子和树根甚至是树枝都在西方。 所以,他们必须变化维新的事情,必须一再跌一再地搞下去。生命力就像是东方、苏联的国有企业必须到西方去购买技术或者盗窃技术一样。 为什么?因为国有企业自己没有创新能力,没有自发生成秩序的能力。西方的市场经济有自发生成秩序的能力,但是每隔二十年它们要推陈出新的一代人。 你们上一代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捞到的技术,在二战时期已经过时,在二战时期通过朱建法案捞到的技术,在冷战时期已经过时,冷战时期通过盗窃得到的技术,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又已经过时。 所以,你永远是跨父族日,永远赶不上人家,因为你始终是一个摘现成果子的人,你没有自发秩序的根。 但是你能说穆斯林不是人,跟西方人有本质上的差别,它就一定不能产生自发秩序吗? 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假如地区上有某某一个特殊环境,它不会自发产出德高望重的人,一定要官府任命才会有德高望重的人。这可能吗? 显然不可能。任何一个学校除了上级任命的老师以外,或者假定班干部也是上级任命的话,那么在班干部之外肯定有学生的小团体。 他不是老师喜欢的学生,当不上班干部,但是他有一定特长。比如说特别会机油,或者说特别会打架,那么喜欢打架的男孩子就会聚集在这个特别喜欢打架的男生身边,喜欢机油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就会聚集在这个机油大专家身边,形成各种各样的小团体,非正式的民间团体。 往往这样的非正式的民间团体比老师任命的班干部还要有权利。这些团体是什么?它不就是自发秩序吗?你能说一定是欧洲基督徒才有自发秩序?中东的基督徒犹下人和穆斯林都一定没有自发秩序吗?不是这样的,他们也有。 只不过他们的自发秩序,由于历史积累不够或者外界环境不友好,他们长得比较畸形或长得不大。就像是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下,那些背着自流地种出来的鸡蛋到黑市上卖的农民。你说他不是企业家,他当然是企业家。 但是你要说这个企业家的本事能够跟比尔盖斯和美国企业家相比,那当然不是。很可能比尔盖斯到了中国或者是到了苏联,他也只能做一个黑市小商人,因为法律和制度使他长不大或者说会使他长歪。 很可能中国和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之下也有很多像比尔盖斯一样有才能的人,他只是身不逢时,没有身在美国。如果身在美国以后,他完全可以成长成一个不比美国企业家差的企业家。 中东的情况和东亚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自发秩序的能力是天然就有的,只是外在的环境和政府管制的形式对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它长不大、长不好,但它还是存在的。 它可以以扭曲的形式长出来,包括以恐怖主义和暴力冲突的形式长出来。恐怖主义和暴力冲突为什么会产生? 它背后的现象就是,它有一个愤怒的社区,至少能够产生恐怖主义的社区是存在社区的,有社区的构建能力的,否则的话它也不敢搞恐怖主义,也不能搞恐怖主义。 世界上有些人比搞恐怖主义社区要更高,那就是像爱沙尼亚人这样,不仅能够拿起武器保护自己,而且建了国,他需要搞恐怖主义吗?他已经组织起自己的军队了。 以色列在没有建国以前也搞过恐怖主义,但是建了国以后,他有了军队,他就不用搞恐怖主义了。恐怖主义者是不如爱沙尼亚和以色列的,但是他比起东亚贵共产党统治之下那些受了委屈、只敢拿着刀去到幼儿园去看小孩子的那些人来说是高一等的。 恐怖主义者是为了谁?是为了我们的清真室,需要去烧别人的清真室,或者烧别人的佛教寺院,或者烧别人的基督教教堂、犹太教教堂。然后烧完了以后,打完了以后,我自己死了。别人看我是恐怖分子,我的社区看我是英雄,而我的教长则会说,你寻教而死,是条好汉。然后我的教长会安排我的社区来养我的孤儿寡妇,他不如爱沙尼亚和以色列。 但是比起砍幼儿园这些东亚所谓精神病人来说的话,是要强得太多了。东亚这些受了委屈的人,本事最大的你就是做一个张献忠。本事小的你就只能做一个小张献忠,去幼儿园砍死几个小孩,然后自己被警察打死。被警察打死以后,当然你背后没有自己的社区,不会有像本拉登这样的业余审讯家来说,你砍这些小孩砍得很好啊。 本拉登手下的神病人就会说,你炸了纽约世贸大厂,炸得很好,诸如此类。然后你会有孤儿寡婚吗?你很可能是一个光光,连媳妇都娶不了。 如果你娶了媳妇的话,你的媳妇和你的家庭和你的社区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你。 你不是恐怖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你比恐怖主义者高荡,而是因为你比恐怖主义者低荡。恐怖主义者的来源是,企图摆脱费拉状态,但是又没有正当渠道,也不想寻找正当渠道的费拉社区。 它比欧洲社区、比爱沙尼亚和以色列低荡,但是比张献忠的原子化社会和两脚羊社会高荡。 你这批两脚羊人口,要么你就乖乖地听人欺负,让人欺负死了,或者甚至被人烤了人牌,要么你不甘心被别人欺负,你也想欺负别人,你就只能做张献忠。 张献忠是不是恐怖分子,他杀人杀的比恐怖分子更彻底,更没规范。因为哪怕是本拉登杀人都要讲个规范,比如说他要杀美国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不能杀真正的不是零,而张献忠杀人幼儿园的小孩,跟他无缘无仇的小孩子他都要杀的。 张献忠是比本拉登高荡还是比本拉登低荡?我只能说,本拉登比以色列人和爱沙尼亚人低荡,但是比张献忠要高荡。这个高荡和低荡是对应于他们背后的社区的。费拉社区不如自治社区,但是比两脚羊要高荡。 费拉社区想要觉醒,不要受欺负的时候,产生出本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两脚羊社会想要觉醒,想要崛起,不要受人欺负的时候,你就只能产生张献忠和凯幼儿园学生的那些,你说他是恐怖分子还是不是恐怖分子的那些,不知道该叫什么的人。这就是骑士链了。好,我们言归正传了。 萨巴赫家族就根据上述的程序,跟其他各部落伙家族达成了联合统治的协定,然后英国人走了以后,他们这个联合统治的形势就变成了伊拉克王国。 伊拉克王国实际上是埃里亚,也就是萨巴赫家族的酋长,和其他小酋长通过长老协商会议进行统治的机构,但是后来为了装逼起来,他也建立了一个英国式的议会。 但是这个议会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为王国真正的政治事务是由萨巴赫家族的长老跟其他各长老私下里幕后协商的产物,议会只是个橡皮图章,不起什么作用的。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渐渐开始出现了一个依靠石油工业以及油工业诸如此类产生的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什么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现代化体所说的新型的中产阶级。 这些新型的中产阶级就开始觉得,萨巴赫家族和各部落长老,无论是伊朗系长老还是阿拉伯系长老,垄断的幕后黑象操作不公平,我们要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把这个国家改造成一个真正带意志的立宪君主国。 然后他们就试图组织政党进入议会,然后这样的议会就开始对萨巴赫家族和各大家族构成威胁,然后我们熟悉的故事就开始了,萨巴赫家族一会儿减散议会,一会儿又重新召开议会。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政权仍然是掌握在各大家族长老幕后协商的手里面。议会即使是在美国人来了以后,极大的扩大选举权以后,它的实际权力仍然是非常惨弱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政权具备了一定的向君主立宪制转化的基础。 当然,在六十年代以前,家族各部落联合体是没有什么民族意识的。但是六十年代,伊拉克第一次开始企图吞命它,在英国压力下作罢的时候,他们开始稍微有一点共同体力士。 但是真正的共同体力士产生,还是从萨达阿姆的角度来讲,这是我们收复香港。从科威特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你们请愿我们。 这次行动以后,才是真正遭遇了亡国之痛,被迫流亡到沙特阿拉伯,一下子大家都变穷了,日子都难过了,这些科威特各部落的居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真正有一点我们都是科威特人的认识。 因为在那以前,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主要的认同还是基于部落和基于社区的。我是阿拉伯部落的人,我是波斯部落的人,这个认同是优先的,我是什叶派,我是逊尼派,这个认同是优先的。 科威特国只是英国人制造出来的一个只有形式,但是没有感情吸引的一个机构,但是萨达阿姆来了以后,大家才感到英国人留下的这个机构,虽然过去大家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但是自从萨达阿姆折腾了以后,大家就看出这个机构毕竟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所以,在这以后,伊拉克侵略被美国人击退以后,科威特新兴的这些中产阶级社会才约摸,才稍微有一点产生我们都是科威特的意思,才产生了很多政党。 但是这些政党,从现在的它的演化来看,还没有超出黎巴嫩的水平。黎巴嫩的宪法跟美国人主导科威特的宪法是一样的。 是以教派社区和部落集团为基础的宪法,例如黎巴嫩是基督徒当总统,逊尼派当总理,什叶派当议长,美国人主导的伊拉克宪法是库尔德人当总统,什叶派当总理,而逊尼派当议长。 从这种分享权利的方式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真正的基础共同体是费拉社区,而不是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构建起来的民主国家。 而且这个民主国家还是很可能解体的,例如因为库尔德问题解体,或者是因为叙利亚问题而解体,解体是为更小的、更容易发明的,比如说黎巴嫩山民族或者是库尔德群山民族这样更容易维护的小民族。 科威特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它现在议会政治中间产生出了很多政党,尽管名义上往往会说是什么什么伊斯兰党或者是什么什么人民进步联盟之类的,你追溯到它的底部,还是可以发现它最底部内城要么是某一个部落,要么就是某一个费拉社区。 比如说,瓦利德家族是一个小部落,以前一直被萨巴赫家族打,现在他们就通过议会民主的方式,他们的领袖因为被萨巴赫家族打压,不能够在萨巴赫家族主持的内阁中间担任要族,但是他们还是出了很多律师和商人之类的,这些律师和商人就可以竞选议员,找一些同病相连的中产阶级人士组织政党了,或者说他是来自波士的什叶派家族,虽然在萨巴赫家族主导的政治当中,在咨询会议里, 掌握十圈的长老会议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远不如萨巴赫家族和逊尼派的大家族发言权多,所以他们也不满意,也想通过比如说组织一个什么达瓦党或者什么伊斯兰党的方式来颁配这个局势,但是他们的政党化、组织化程度还是很低的。 仔细看一下,你就可以发现,他们像黎巴赫和伊拉克一台政党那样,基本上就是原有部落组织和原有社区组织的一个改头方面和扩大,所以他们的民族构建实际上还停留在黎巴赫家族化的状态之下。 他们比起伊拉克和黎巴赫和逊尼派稍微好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被英国人保护得比较好,可以说他们的社区和部落像是香港、澳门的商会和宗族一样是自然发展起来的,没有经过复兴社会长这样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路破坏,因此保持了元气、保持了资源、保持了文化比较好。 同时国家也比较小,要想达成共识的话,要想中产阶级化建立国民民族共同体的话,面临的盘子比较小。 例如,你要建立一个香港民主党,那就比建立一个广东民主党要容易得多。你要建立广东民主党,就要面临客家人、潮汕人、诸如此类的问题。 而香港民主党虽然也要面临越南移民和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就因为香港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他们就算是老一代有分歧,下一代通过中产阶级的政党动员机制走国民民主主义的道路,要整合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你在广东整合,困难就要大得多。如果你要不仅在广东整合,还像蒋介石那样把广东、浙江、江苏都整合起来,这个困难就大到根本没有办法完成,像萨达姆和阿萨德的任务一样不可能完成。 你要是野心再大一点,要像恩维尔帕下或现在的共产党那样,要把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整个大清帝国的土地都整合起来,那么你唯一的出路是专制独裁,把他们统统变成绝对普通的顺民,然后通过一个小集团去统治。 无论这个小集团是满洲部落也好,还是共产党也好,还是国民党也好,总之你千万不能放权,你放权的结果必然就是黎巴嫩化、叙利亚化或者伊拉克化,甚至可能是张献忠化。 因为社会的基本盘子是这样,你没有别的选择。科威特这个盘子虽然比香港要大一点,但是比达克要小得多。 而且靠着英国人的保护,它基本上可以说是原有的社会组织是顺利地自发成长出来的,所以它将来发展成为至少门面上过得去的君主立宪有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但是也说不定它就会顺着各部落之间的边界,或者是各教派之间的边界就解体了。 瓦利德家族建立了瓦利特家族的类似黎巴嫩山共和国的小民族,或者沙巴赫家族干脆就发明一个沙巴赫民族,像是约旦那样的沙巴赫民族,而不发明科威特民族。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从民族发明学的角度来讲,发明一个清晨山民族比发明巴蜀利亚民族的难度要低得多,发明巴蜀利亚民族的难度比发明汉族的难度又要低得多。难度是随着盘子的大小增加的。 如果你实际上只有一个社区组织的话,很可能你发明一个小黎巴嫩或者是发明一个沙巴赫民族比发明一个大黎巴嫩民族和科威特民族要好一些,这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即使是沙巴赫民族或者是科威特民族,他们面临的问题也比东亚要小得多,至少他们身边只有部落社会和费拉社会,他们没有张献忠社会。 伊斯兰社会的最恶劣的想象力也是想象不出历代张献忠和梁蒋阳那种极端残酷和极端原子化的状态的,这就是你们即将面临的未来。 谢谢,今天就讲到这里。